好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關心到的是 民眾黨的不分區立委候選人黃國昌 他今天到監察院檢舉賴清德 在擔任公職的期間 從未誠實申報萬里老家 已經明顯違法了 呼籲監察院別再從中保庇賴清德 那麼在過程當中有激進黨員 從人群中衝出 將向日葵丟向黃國昌 痛批他背叛太陽花運動 場面一度相當火爆 在那邊站港 請你不用來鬧場 請你不用來鬧場 請回去不用來鬧場 請你回去不用來鬧場 請你回去不用來鬧場 謝謝你請你回去不用來鬧場 你們就開你們自己的記者會 你們就開你們自己的記者會 謝謝你們 你們就開你們自己的記者會 欢迎你们去开你的计算会 来 我们一起来喊口号 耐心得明显违法 耐心得明显违法 监察院别再包庇 耐心得明显违法 耐心得明显违法 监察院别再包庇 没关系啦 我们今天会在这边等城局等很久 要讲太阳化运动的精神 我等一下把监察院的问题处理完了以后 我好好的跟你们谈 什么是太阳化运动的精神 到底是谁背叛太阳化运动 我们今天在这边 把话讲清楚没有关系 好 相信大家应该也都还记得 在12月初的时候 桃园有三名屁孩 他们凌晨到迦勒府 是拿着杀虫剂喷向点燃的打火机 引发了大火 导致迦勒府到目前为止 依旧是无法饮业 那加勒府的总经理王骏超 昨天有首度来回应这件事情 他说呢 加勒府不会向三名肇事者主动求偿 不过后续业者有补充 这三人并非是完全不用负责 那除了呢会面对形势责任之外呢 保险公司也会追偿 加勒府中原店12月3日凌晨发生火警 期货原因为三名年轻男子 在店内拿杀虫剂喷向点燃的打火机 酿成严重火灾 出动至少百名警销才扑灭火势 短期内仍无法恢复营业 加勒府总经理王骏超27日透露 中原店为全台营收第六高的店 发生火警后不包含营业额 预估损失3亿元 而清理和恢复场地 并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过年前要重新营业很困难 但他也强调 赔偿部分一律交给保险 并不会向这三人求偿 不过后续业者也补充 三人并非完全不用负责 除了会面对刑事责任 保险公司也会追偿 好 接下来呢 让我们转换一下新闻焦点 看到这一期令人遗憾的新闻 南韩男星李善君 昨天被发现 亲身身亡 享年48岁 此时正经各界 那他生前呢 其实陷入了染毒案 三度接受调查 检验均成绩阴性 那有韩媒报导 他的遗书中其实提到了 没有办法 好像只有这个方法了 显示出生前 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根据韩媒报导 李善君的遗书向妻子说 没有办法了 只有这个方法了 他也向经纪公司道歉 对不起 广告和电影的违约金太高了 报导指出 他因为染毒案 遭到调查 遭中断的广告合约 电影 违约金可能高达100亿韩元 约薪台币2.3亿元 不过目前警方应家属要求 不会公开遗书 因此遗书的内容 尚未被证实 李善君的遗堂呢 是设置在首尔大学的殡仪馆 开放亲友 以及演艺圈同僚 到场悼念 有许多的前后辈演员 到场送他走完最后一程 其中包含台湾演员 许光瀚 李善君的妻子 田慧正悲痛的坚守灵堂 突如其来的背报 让演艺圈同事们受到冲击 陆续抵达灵堂悼念 根据韩媒报导 演员包括 刘在明 孙恩书 金向浩 李新明 赵正熊 薛景球 金杜贤等人 还有台湾演员 许光瀚 而许光瀚 目前在韩国拍摄 No Way Out这部剧 而该剧主角群 本来是由李善君的 但随着感毒案爆发 黯然宣布下车 好 再来让我们转换焦点 来看到的是网红小玉 她之前涉嫌接受网友的汇款 客制化制作台湾知名女性的 变脸A片 甚至海捞了1200多万元 一审将小玉判刑 五年六个月 案件经过上诉之后 虽然小玉已经认罪了 并且与部分的受害者和解 但是高等法院二审仍然加重刑罚 台湾YouTuber小玉 朱玉成与庄星助理合作 涉嫌接受网友汇款 利用AI换脸技术 将多名台湾知名女性的脸 合成A片 包括多名网红 甚至立委高嘉瑜 高雄市议员黄杰都受害 一审被依各自法 及刑法加重诽谤 妨害风化等罪判刑 五年六个月的他 虽然认罪又与部分的被害人 达成和解 但高等法院二审仍加重判刑 合计判刑六年八个月 其中只有一年八个月 得一颗罚金 而二审高等法院审理时 小玉一改以往的造型 留着一头长发及美甲出庭 他也继续表示歉意 并强调希望跟所有的被害人和解